科幻影史上曾有这样一部电影 他给了追求大场面的导演 重重一记耳光 哪怕只有四名演员和一个场景 照样可以拍出高分科幻 新元导演用实力告诉我们 科幻不是一味的追求大制作 有时候也可以玩一玩密室变态 故事背景只有一间地下室 里面囚禁着一个妙龄上门 而地下室的主人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猥琐胖子 虽然他们表面上其乐融融 但两个人心里其实都清楚 他们随时都会成为胖子的下一个目标 可想要逃出去很简单 但地球的空气已经被毒气污染 现在出去就是找死 李歇尔很快想到了办法 他在进来之前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在小帅的帮助下 两人决定偷偷制作防护服 小帅负责吸引老白的注意 拿到他们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李歇尔则负责设计和缝约 两人刚开始的进展很顺利 一件防护服很快就成型了 但他们忘了老白是一名退伍军员 他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 直到这天 他们的小把戏被老白识破 他强迫两人把一桶强酸搬到卫生间 然后把剪刀和胶带扔了进去 小帅还想解释 但老白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为了保护米歇尔 小帅说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干的 他们本以为老白会往开营 然而下一秒 看着小帅被一枪爆头 米歇尔的逃跑计划彻底落空了 但他也不打算坐以待 急忙开始连夜制作防护服 可少了小帅在外面盯烧 直到老白走到门口 米歇尔才反应过来 他急忙把防护服藏进床底 头盔则塞进了通风管道 等老白进来的时候 米歇尔假装自己正在看书 原本他已经蒙混过关 但就在老白离开的时候 通风板上的一颗螺丝突然掉了下来 米歇尔本想搪塞过去 但已经来不及了 老白打开栅栏把手伸了进去 好在呼吸气放的位置比较远 这才没有引起老白的怀疑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突然看见了床底下的防护服 老白直接怒了 抓住米歇尔的头发 把他扔到了一边 就在他掀开床单的时候 米歇尔趁机跑出去 把老白关在了里面 可地下室就这么大 他根本就无处可逃 现在唯一的活路只能是离开这里 米歇尔急忙跑到客厅 在抽屉里找到了一瓶速冻喷雾 而老白这时也追了上来 面对圣怒的老白 米歇尔一脚踢翻了强酸筒 老白当场滑倒在地 紧接着他抓住门框荡到客厅 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上防护服 此时强酸不仅腐蚀了老白的半张脸 还把电线点燃引发了大火 米歇尔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出口 他爬上餐桌 打开上面的通风口 随后把防护服绑在自己腿上 顺着通风口爬进去 然后急忙向空气净化室前进 突然一把刀刺穿了高 险些给他来了一个透心凉 米歇尔拼了命地继续往前爬 这一次 那把刀差点刺穿了他的脑袋 趁着老白被栅栏挡住 米歇尔顺利到达了空气净化室 破坏帖子 打开天窗逃了出去 此时外面的世界一片空气 甚至连一声鸟鸣也听不见 空气中依旧还存有毒气 米歇尔本打算驾车离开 却不小心刮破了防护服 这下完蛋了 他急忙用胶带把缺口粘住 缠了一圈又一圈 发现自己没有中毒 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见天空有一排大雁飞骨 米歇尔突然意识到 空气中可能并没有毒气 他取下脸上的面罩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然而还没等他高兴两秒钟 远处的地平线上 突然出现了一艘不明飞行物 就在他一脸发懵的时候 身后的地下室突然发生了爆炸 这也把那艘不明飞行物吸引了过来 直到对方靠近 他才发现那是一艘外星人的 狡猎飞走 米歇尔急忙跑向另一台车 却不小心触发了警报系统 他只能躲进老白的屋子 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这时他也通过窗口看见 有一只外星生物已经追了过来 现在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他急忙从死去女人身上找到钥匙 关停汽车警报 趁着外星生物被引开 米歇尔从另一边的狗洞钻了出去 随后急忙跑向不远处的另一栋房子 然而就在下一秒 房子后面突然升起了一道绿光 米歇尔惊恐地看见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正在向四面八方喷散毒气 他急忙跑回之前的位置 穿上脱掉的防护服 这才捡回来了一条小命 然而还不等他喘口气 刚才那只外星生物突然向他飞扑过来 争鸣的巨大口气 根本不给他留下丝毫活路 而此时他的车子 也被外星飞船吊在了半空 米歇尔原本已经打算认命 这时突然摸到了一个打火机 他灵机一动 用酒瓶制作了一个燃烧瓶 在飞船即将喷吐毒物的瞬间 他一把将燃烧瓶扔了进去 飞船混合毒气被成功点燃 在半空就接连发生了爆炸 以防其他飞船被爆炸声吸引过来 他连忙驾驶另一辆车逃离这里 在开出科洛福道10号不久 米歇尔突然收到一条广播 军队已经收复了一部分城市 如果受过医疗培训和战斗经验 请立即前往休斯顿支援 那里还有幸存者需要帮助 于是米歇尔调转车头 一路向休斯顿开去 请不回答